各位同學 又是我洪偉拳老師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些考試的提示 甚至同學都已經根據可寫渠道傳出問題 希望我們可以幫忙解答 今天事不宜遲 我就看著大家的問題 逐條逐條題目回答大家 希望可以給大家一個好的意見 大家考文凡考試都可以順利過關 事不宜遲我們來了 第一條題目 有同學會問我們白畫文做題的步驟應該是怎樣的 其實做卷很坦白說 你最重要是現在是你最舒服的做法 如果你的做法跟我一會兒講的是相似 當然那就最好了 如果真的不一樣的話 你看看你自己調節會有幫助 如果沒有的話你跟回自己的做法 好 事不宜遲我講一下做法 首先整份試卷 我們正常應該順次序先做指定篇章 OK 接著就是白畫文和文宜文 只要你說做白畫文文宜文這些問題 以前都可能是定案的 現在就沒有所謂 最重要是先做指定篇章 原因就是趁你的記憶力最好的時候 就盡早搞定它 接著要設定時間 例如你說指定篇章 如果20分鐘可以做完的話 最理想你可以有50分鐘做到白畫文 20分鐘左右做到文宜文 我們做什麼次序呢 做白畫文第一件事 我們先看標題 OK 文章的名字 因為白畫文文章的名字是很有幫助的 例如我們今次模擬考試 文章叫聲夜 你叫聲夜的時候 你再看回原來聲夜是想說凡高的畫 你就知道原來想說凡高的畫引起的聯想 而且你看標題裡面也會掌握到它屬於什麼文類文體 例如它是記憶書呈文 可能是星夜 你一看都知道它不是要論證這些東西 那是記憶書呈文 你就可以從中去看看 這是什麼事件加情感字眼 你只要看到事件加情感字眼 對你做記憶文就會很大幫助 而這項說明文呢 如果你看到可能是譚嘟嘟 論青年這些字 擺明是論青年 你就要去看看它的觀點和例子 這就是一個少許幫助 好 第二個部分 我們就會先去看題目 看題目不是真的特別有用 當然你可以說得很有用 就是可以讓你初步了解文章大學說什麼 有你的理解 甚至乎理解的過程中 看看它的什麼題目 例如有些綜合題 或者手法題 其實在看原文的過程中 可以預先留意定了 好 第三個步驟就是看原文 看原文的時候 我反而覺得這個部分是最重要的 因為做業道理解 我們很多同學觀念 經常覺得可以靠技巧去做 其實是不會這樣的 尤其中文科 我會解釋為比較正經的科目 它真的要你消化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不妨用多一點時間去看 當然牽涉到 哎 我不夠時間做 那怎麼辦呢 我經常都說 做得快 錯了 是沒有意思的 做得慢 就算做不切 一兩題 你適合其他都已經夠高分了 這個是智慧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 反而用多小時間看原文 好了 接下來第四個步驟 做卷 做卷的時候要記住 看清個題目 跟著他問你第幾段 你就鎖回到第幾段 然後再找回相關答案 有東西抄就抄 沒東西抄就延伸創作 最重要要記住要回答別人的題目 再重新 細心仔細分析題目的字眼 這樣做就應該會安全 好 希望這條題目回答大家 大家明白做題的方法 第二個就問 泛民應該怎樣溫 好不好背了他 這個就是能夠還是不能夠的問題 你問中文老師 當然是希望大家背了他 但我有少意見 第一件事 你說如果能背中 當然做好全部都背了他 但如果背中有問題 我想我們會分類 有些文章特別長 有些文章比較短 我覺得如果短的就一定要背 例如《唐詩三首》 《宋詞》這些 《岳陽流記》中中間間 你就抽重點去背 例如你說《念可論相遇》 《烈傳》這些比較長 是否由第一句到最後都背了 當然不是 這是第一件事 我想大家要看回文體特徵 我剛才有少推介 這些文章是要溫要背的 第二件事 就要問自己 其實背原文是否最重要 是一定重要的 但是不是最重要 我們探討一個分數 我們有六分是致詞 三分是語譯句子 再當一題 如文抄六句子 十一分左右 就考大家背中 這十一分是否重要 我也是重要的 但問題到了 這十一分裏面 六分加三分 翻譯句子那些是完全沒有腳影速的 就是說十二篇裏面是隨機速的 如果你要背 就是主要為這十一分 量力而為 我們的意見 但我看到 如果這十一分 你不是適合 我不是要目標 一定要拿五星星 我適合很多 我們反而分勝負 是不是反而後面 另外那十九分左右 就是我們的長文答 MC 其實你想想一件事 你答長文答 MC 你是用白話文 用自己文字寫的 反而我會推介大家 要溫屬日本 但又不要極端到 直接溫回 完全到原來沒有認知 這也是不意義 不值得推介的 但我反而很想回答大家 就是 其實當你溫得很艱鉅 你背後背後不懂的時候 不如你試試做實驗吧 你將實驗課 你可不可以很簡單 很直接地告訴我 每一段大概要做什麼 譬如你懂得背似一聲遊記的第一段 跟你講到白話翻譯 其實問題不是差很遠 如果從答題目的角度來說 可能你覺得白話翻譯 比你先要背原文 因為做短的時候 你將原文再轉化成白話 其實未必準確 第二也會慢 所以反而要不要背 我很客觀地講了層次給大家聽 我的意見就是 第一件事 短那些 施持那些一定要背 中那些選重點 很長的那些 都只是選重點算數 那是不是要背得很誇張 其實不是 那是量力而為 那你花很多時間 只用來背尖篇章 我又覺得不是很正確的讀書態度 OK 第三 平時作開議論文 現在才不用練書 情文 那這些就真是好看 老師的畫面回答你了 通常安全來說 什麼都叫大家練 不過我反而很想告訴大家 記序書情文和議論說明文 是完全兩種截然不同的體制 那如果我們本身你練開記序書情文 會不會突然間去作議論文 會在這一個月裡面 但非晚進 會贏一個用三年都是操練議論文的人 我想機會率就會來些了 所以你問我現在需要不需要練習 不如反而了解一下 我們麻煩下一次出題結構吧 根據這幾年裡面 我們不要說第一題出什麼 第一題出什麼 其實沒有這樣的概念 你當有一條題目是記序書情文 它可以出描寫的 你當這條題目叫做材料作文 給你一些話題去作的 很自由的 第三個就是議論文 反而如果你作了議論文的朋友 你當日最好當然選擇議論文 但如果你真的準備得五充足的時候 那怎樣做 你可以考慮一下材料作文的題目 用一個議論說明方式來寫作 同樣地 還可以記序書情文的朋友 你當日就作記序書情文 那會不會採取了 可以記序書情文的朋友 有另一條題目的圖心門 所以你問我是不是應該要鍛鍊 我覺得其實不是應該要鍛鍊 當然如果你不是很極端的 即是我要分幾個同學 有一位同學今天很迷惘的 所有團體都不知道最適合哪一隻 我覺得這隻沒有什麼所謂 但如果你說不是 洪Sir 我整三年的生涯 我沒有做過議論文 那我今天練不練呢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的情況 我就覺得不需要 反而也是 凡事都是多保險是好的 盡力而為 但我反而更加的意見是 你練開記序文的朋友 不如想想 如何在記序文那裡 做得更加極致 練開議論文的朋友 可否在社會上的話題 更加多理解 那是否會更加有幫助呢 好了 第四題了 怎樣分配溫中文時間最好 有沒有Tips 首先我覺得 中文有些東西是有得溫 有些東西是沒有得溫 例如有得溫的 字典篇章有得溫的 你說閱讀你間有得溫的 那不是說沒有得溫 但溫要花很多時間 我會覺得可以溫一下寫作手法 修辭手法 因為這些答案比較客觀 每年都會有一定的分數 可以幫助很多 文人文字詞 就是溫一點 溫到多少 可以溫多少 反而就越多 軟一走的溫法 軟二 你就反而選擇你民體 會要的東西 例如記序書士文 他所說的情感 描寫的方法 寫作的技術 這些可以溫定 以類文例子 可以溫你的例子 OK 這些全部都可以花時由溫 綜合你明白的方法 其實我想很多同學都知道 不需要溫書 馬上考到 OK 口語找何仔練 如果今年真的有機會考 所以在這些情況上 你就可以去準備 如果你有問我溫書 我反而都會推介 就是我們每一科都要平均 這些中文科 你都要持續學習 我覺得你可能每一天 如果早上 你就要分配 中英數 中英數 晚上是熱的 你這樣去分配 就可以了 OK 反而我覺得同學 就時間分配 我覺得其實每張卷是平衡的 但是 我又有個小意見 其實當你考完 卷一卷二 綜合那一天 其實真的沒什麼 花很多時間 所以現在 花多些時間 你自己牽著溫書 和作文的一些 你們要用的素材武器 溫定一點 不是叫做背文 而是說 你要溫定一些 你自己會用的素材 或者是你自己作文裡面 你會比較喜歡用的技術 早一點點認知 也會有幫助 好嗎 好 希望可以回答大家這個問題 好 到最後 說話有些想不到例子 是不是一定低分 當然不是 OK 想不到例子有什麼補救方法 傳統很多時候 你做完一個口語 老師就會跟你說 你沒有例子 所以低分 其實講這句話之前 你應該要先想想 其實很多時候上沒有論點 我們說話 很多時候是先講觀點 然後再用例子來解釋 你說沒有例子 我要牽涉一個問題 就是你的觀點 究竟硬不硬 如果你的觀點合理 你的例子不欠缺 是欠缺了的 其實問題沒有大家想到這麼大 始終說話 你來我往 你講觀點 我講觀點 好了 我有例子輔助當然最好 但我也很擔心大家講得很累積 所以反而觀點比較重要 你先在觀點上面著力 好了 那真的沒有例子了 那怎麼辦呢 其實第一件事 不是真的要例子 可以避充就輕 有時你回應別人 其實你回應別人 多一切 當然那個例子最好 但你反而不如去想想 別人的觀點 有什麼可以磋傷 你提出有意思的討論和互動環節 最重要 那你一件事 真的沒有例子 當然現場也不會無緣無故有例子 反而我會再實際一點的方法 你會不會嘗試在一些技巧拿回分 例如你眼神 手勢 語言 參與程度 你去做多一點點這件事 始終都是那句 如果有例子 我都覺得大家可以不妨溫定一些 可能看多一點社會新聞 有什麼事 你就在現在最掌握的東西去拿 現在最掌握什麼 我都不用在這裡說 大家身處環境 你看我 整個今天戴著口罩 其實很多這些社會事例 是我們今天演識相關可以理解到的 用這些例子去解釋你們的題目 當然你說我真的沒有例子 那天又沒有例子 要舉例子 當然是很不理想 但先想提出一個問題 其實口語 是不是每次說話都真的要給一個例子 其實反而不是這樣 你都不記得 像機械人一樣 每次說話都是用相同的步驟 其實你作一個老師去聽 你是不是都想聽一個人說話 像機械人一樣 你都不會 反而大家要記住 我們評分有很多東西 有你的觀點 有你的例子 有很多同學有例子 但你沒有觀點 那又不是好呢 又不是 所以記得做平衡的感覺 既有我們的觀點 亦有例子 亦有語言技巧 互動 甚至圍徒仔 如果他本身真的沒有說話的時候 你就應該給他一些機會 做一下這些領導的方法 這樣才能取分的最大關鍵 好嗎 先回答大家五條題目 我希望這個簡簡單的小意見 希望大家能做到 到最後都順大家一句 希望大家在接下來的考考上 記住 最後這一至兩個月時間 盡你能力 去努力 去努力 去面對 我都會明白大家今年都會有很多忐忌 但希望大家都會堅持 始終文行考試 人生都是一個最重要的小關口 我希望在這裡 我都可以幫助大家一臂之力 好 希望都幫助大家 集完大家 考試順利